大家好,我是王珀 我今天很兴奋,因为今天我们要讲兴趣这个话题 我一直都很想讲这个话题 那是因为我们对这个话题有太多的误解了 媒体对这个话题有太多的误导了 今天我要根据美国的心理学家 Robert Fierston 给大家讲一个在我们影响两性关系当中 最重要最普遍的一个现象 叫做sexual withholding 我把他的意思给大家解释一下 说一个人 他很多时候是无意识的 他抑制自己 切然的性欲 克制性欲自然的流露 包括比如说用肢体施爱 让自己外表看起来很性感 因为这些都是对 性欲的表达方式 他说的这个sexual withholding 如果你想看这个视频的英文版 那里面会有就是用英语来表达 你可以点击一下上面跳节的链接 那个会表达的非常的地道 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上 主要来讲还是男性的性欲更强 所以在这个两性关系当中 对于这个两性作爱的表现呢 不管他是成功还是不成功啊 主要来讲大家都指责男性 他要负担这个责任的 所以我讲完之后你可能对这个整个图片看的就比较清楚了 就知道其实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我们先看啊 女性这个对性欲自我意志的方式呢 包括哪些 包括在开始之前就通过下列方式拒绝对方 比如说抱怨自己 头疼 太累了 或者说故意错开上床的时间 然后在做爱的过程中指责男人 触摸自己的方式不舒服 言外之意就是说 暗示男人 愚钝不够敏感 还有女性对自己的体型很没有安全感 脱衣服的时候很扭捏 还有的女性本来哈对做爱很感兴趣 但是他却装作出来不感兴趣的样子 还有就是完事之后马上转过身体把后背 给对方自己睡觉去了 先看一下这样做对女性自己的影响 当女性对自己的身体有不安全感的时候 比如说觉得自己的胸太小了 自己的胯 太宽了 自己的腿太粗了 这时候他就觉得自己不够性感 虽然他的这种对自己的看法和想法可能是潜意识的 他没有表达出来 但是他的这种想法 男性是可以感受到的 当男性感受到了之后呢 男性就会真的觉得 女性 不性感 没有那么有吸引力 第二个当女性克制自己对男人的爱和性欲的时候 非常有意思的是 他会反过头来哈 他会指责男性不够爱他 这时候啊 他会总是想办法要确认 哎呀这个男人是不是在爱我呀 而且他会容易 极其容易对男人身边的那些其他的女性 吃醋 然后呢 对男人开始挑三拣四 这个这时候男人下班回来的时候 他就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跑到门口去 那么欢天喜地的去迎接他 呃原来那些曾经有的美好的时光 那种好的感觉 就感觉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第三个 女人为了让自己感觉到两人还是亲密的爱人 他就会扭曲两人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 一个女性啊 不管在智慧上 还是在事业上 在做事上都比男人更出色 但是呢 他会故意的把自己变得更加被动 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小鸟一人的形象 作者说 当一个人出于内疚而放弃了真我 放弃了自尊 这个不管对于他本人来说 还是对于他所爱的人来说 对于他的家人来说 都是一种 人格的损失 一个真我的损失 我给大家分享这种女性自我意志的信息 其实是想帮助 双方看清楚啊 彼此之间的关系啊 看得更清楚 更容易调整彼此的关系 其实很多女性 自己这样做的时候 是自己还意识不到 所以 并不是说男人可以利用这些信息 可以用这个来发泄自己对女性的不满 反过来 男人也一样会通过利用操纵对方的弱点 来控制意志自己的性欲 来控制自己性欲的真情流露 比如说 第一个 给女性买礼物 然后期望之后可以做爱 女性不要觉得给我买礼物是爱我 在这种情况下是一种这个物质的交换 也就是说他并不是说真心 想把他内心的真实的感情 真实的这种 性欲和女方进行真实的交换 第二个 这个人平时非常的内敛 他很少有情感的交流 但是当他有冲动的时候 他就想找女性 去做爱了 第三个 在对和他们做爱 在性欲上跟他们有互动的女性 对他们进行指责 然后对这些女性不信任 以此来避免彼此可以 建立或者形成关系 第四个 跟女人有亲密关系后 出于自己内心的恐惧 拒绝再有接触 下面我们看一下这种意志对男性的影响 作者指出他说 一个男性在床上表现如何 其实主要看女性是否真的有性欲 所以当一个女人不管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他抑制了自己的性欲 抑制了自己这个真情流露时 男人大部分在表现上一定是会受影响的 这时候 男人会利用比如说性幻想 来来进行满足 但是性幻想又会让男人感到内疚 现在我们再看两性的亲密关系 看的会比较清楚了 就是说在两人浪漫之初 这时候女人是为男人所吸引的 但是后面女人会逐渐抑制自己的性欲 从而失去了激情 这种现象会让男人感到很困惑 他以为是女人对自己 逐渐失去兴趣了 男人就开始失去自信 这时候他在床上的表现 也会变得不自信 不自然 所以这时候男人会由于女性的自我意志 而感到 是自己不行了 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到自己不行了 他认为 就是自己不行了 在这我要更正两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社会整体认为 就是一个男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都应该有性欲 比如说不管他遇到这个女人他是喜欢的 还是他不喜欢 不管他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经济上出现了什么问题什么压力呀 他都应该表现得很好 这个是不对的 特别是很多男人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如果他看到自己啊 没有在每一种情况下都表现得很好的话 他就是认为自己有问题了 这个想法是不对的 第二个就是 任何在作爱当中的不成功 男人都会指责自己 认为是自己的错 这个也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刚才看了前面啊 很多时候是由于女性的这个 自我的意志 导致男性慢慢 失去自信的 所以 也要看清楚这个问题 在两性当中 抑制自己性欲的一方会通过掌控做爱 以施舍做爱作为工具来控制两个人生活中的其他的方面 一般来讲 男人的性欲会更强 所以当一个男人长期性饥渴时 他会在女人面前变得被动 失去雄风 不再有吸引力了 这时候 女人会更加有理由的拒绝他了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 两个人在一起的亲密关系 本来是非常强烈的相互吸引 相互渴望对方 让对方生命充满 生机和活力 但是性意志 扼杀了这种非常美好的这种情感 这种人类的欲望 作者说 其实也是在扼杀人 人其实是在做慢性的自杀 没有活出生命的真谛 那我们为什么要抑制自己呢 人与人之间如果是真爱 要做真情交流的时候 是要敞开自己的心扉的 是要把心拿给对方的 这时候是非常容易受伤害的 我们医生当中最容易受伤害的时候 是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非常弱小的 没有能力保护自己 当我们周围发生了一些 让我们不能控制的事情 在我们控制之外的事情 我们唯一有的办法就是 不作声 不反应 不要流露出自己的感受 比如说 爸爸发脾气了 比如说 妈妈改嫁 又要结婚了 一个小孩子最开始的时候 是和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主要来说是妈妈 来抑制自己的感受的 但是随着他慢慢长大之后呢 他就会把这种自我保护的这种方法 不知不觉的 形成在他的性格当中 我们从小被压抑在自己心里面的各种情绪 特别是脑弄 是不会随便就消失的 这时候 当我们长大之后 遇到一定的场合 比如说一个男人 当他遇到一个 一直自己性欲的女人的时候 这时候 这种场合就会唤醒这个男人 原来在自己心里面被压抑的那种 脑弄的情绪 这时候他会莫名其妙的 就会恼火起来 怎么办 虽然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 但是作者指出来还是有办法的 第一个就是 意识到你自己用什么方式 在抑制自己的性欲 对号入座 第二个 一个人要学习对他人 慷慨 这个慷慨指的是情绪上的慷慨 也就是说一个人他要能够学会怎么敞开自己的心扉 而且要学习如何接受别人的爱和友谊 不是互相利用 第三个作者指出 可以去做专业的心理咨询 停止对自己生命的这种 浪费 然后呢把能量放到怎么追求真我上 如果大家想看这个视频的英文版的 学习这个英文的说法呢 可以点击一下上方跳起来的那个链接 或者到我的 频道 Strength With In 里面 这本书 讲得很深 他也挺厚的 他的作者叫做 Robert Firestone 大家可以先到YouTube上看一下他的一些个短视频 感受一下 如果想研究我们真正这个人的人性啊 我们人的这个内心啊 这个书还是讲的挺好的 但是他确实是讲的比较深 不是很容易读 这本书的链接 我也会把它放到这个视频的下面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 频道对你有价值没有订阅的 欢迎你订阅 也欢迎跟朋友分享给我点赞 咱们下次见 我们下期见